最近这几天 各路大V集体围攻温铁军 本来我不想说什么 人微言轻嘛 没资格和专家们一起讨论 但是这种怪异的感觉让我憋不住非得想出来说几句 温铁军使我比较敬重的一个三农领域的专家 但是呢 他也不局限于三农领域 他的一些想法 对错姑且不论 但他是一个敢说真话 对农村有深刻了解 对农民有深厚感情的一个专家 因为一些观点 他最近收到了各路专家的集体围攻 比如马光远 任泽平 张杰 王晓东等等 按说在经济领域各有各的看法 实属正常现象 你可以有不同看法 但是呢 作为已经功成名就 扬名立万的所谓专家 这些人呢 他平时最懂得的就是如何说话 如何含蓄 可是呢 这次是什么表现呢 直眉瞪眼的批判 甚至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 说温铁军是胡说八道 劝他做个人吧 我感觉说这话的马某某真是昏了头了 怎么上来就骂人呢 这还有点教授的样子吗 还说他不学无数 说他一点不懂经济规律 这都是什么词 有什么看法你可以讨论 犯得着人身攻击吗 温铁军他真是不学无数吗 一个不学无数的人 他怎么能够获得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 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98年被授予特殊津贴专家 说句和经济学无关的话 从人际学来看 能让一个人丧失理智的去痛恨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夺人妻子 另外一种呢 是断人财路 温铁军他今年71了 他能夺谁妻子 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种丝毫不顾及专家身份 不顾及专家体面的谩骂 是让我觉得最怪异的一点 这些骂温铁军的专家们 确实很失态 其实包括温铁军 包括这些专家 他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我都看过不少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对有错 我都有不同不认同的地方 要是真有人对于经济规律摸得一清二楚 那在恒大工作过的任泽平 他怎么不通过自己的知识救一救恒大呢 在我看来 经济学其实它是发展十分落后的一门学科 地球人对所谓的经济学规律 目前掌握的并不多 所以才会衍生出那么多的经济学流派 各有各的看法 实属正常现象 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 比如我以某个出速度扔出去一个多重的铁球 它的落点在哪个位置 你不管是牛顿来算 还是爱因斯坦来算 或者是胡克来算 或者我来算 其实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变量少 无非就是出速度 出时角度 高度 重力加速度 以及忽略不计的空气阻力 只要知道这四个量就能够计算出落点 但是经济学不一样 经济学的变量太多了 每个地方它还完全不一样 像什么人口 性别 爱好 传统 特色 文化 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什么事 这都是很大的变数 而且变量实在太多 比如说某个地方想刺激经济 发放200亿消费券 这200亿消费券最终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促进多少消费 哪个专家敢站出来 拍板说一定能算出来 一点不会差 那不可能 它不是扔铁球这么简单的事 所以关于经济学提出不同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 对结果有不同的预期 这实属正常现象 不是理性讨论 而是上来就谩骂 这实属非正常现象 再来说说他们具体批评温铁军哪些观点 可是温铁军的作品我也看过不少 我从来没有见他说过这种话呀 他只是说在外部出口强行被脱钩的情况下 应该考虑在内循环上下一些功夫 内需为主 外需为辅 况且我从来不觉得我们必须要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二选一 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属于两个极端 我们应该通过宏观调控这只无形的手 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太市场了不行 太计划了也不行 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也是这样做的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所谓西方那一套自由市场经济 如果真是那样搞 估计早就搞不下去了 他们还说温铁军提出的人民经济是要否定分工合作 还说事实已经证明分工合作的劳动效率最高 可现实情况真是这样吗 我也承认分工合作的劳动效率更高 可现实情况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支配下 真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参与其中吗 并不是 你总想着搞合作 搞分工效率高 可是那些好的产业 高端的产业 甚至只要能挣钱的产业都集中在个别的地方 他们会想着分一部分工作留给鹤岗这样的小城市吗 你想分工 谁带你玩啊 这就是过于市场经济造成的结果 应该适当的计划一下 一来可以避免浪费 避免重复建设 二来你首先得让各个地方有分工才行吧 你否则不是哪个地方哪个群体都能被带着玩的 你知道吗 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占据先机 占据资源的地方越来越富 不被带着玩的地方越来越穷 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 调控的力度更大一些 计划的成分更高一些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赞成的 寻找新的更合理的平衡点吗 过去每一个县 每一个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 什么比如化肥厂 毛巾厂 肥皂厂 机械厂等等 一整套的体系 我承认确实有效率低的问题 可是现在全国就那么几家大的毛巾厂 日化厂 都集中在沿海等个别地方 沿海地区确实是富裕了 效率高了 可是你把全国的钱都赚了 那小地方的人怎么办 所以你得给每个地方都得留一碗饭 在国际上也是一样啊 你想搞国际分工 可是那些好的暴力的产业 人家能分给你做吗 即使是这样 低端产业你觉得人家就能一直留给你吗 不是不想搞国际分工 而是国际分工其实从来就是一个骗局 当他们占据链条顶端的时候 嘴里喊着分工 可是呢 当你威胁到他的利益的时候 人家就会强行和你脱钩 这是客观现实 不搞全产业真不行 纯粹的市场经济发展确实好 效率确实高 因为它本身就是由效益驱动的 可那是对于整体而言是完全不考虑局部 不考虑弱者的 比如说要建一所大学 从市场的角度而言那当然是选择建在一线大城市更好 因为声援充足保证不会赔钱 可这样一来大城市的好学校越来越多 小城市越来越没有教育资源 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纯粹市场化带来的恶果 必须要有一些计划 哪怕说一所大学建在落后的地区 效益差一些 甚至赔一些钱 我觉得那也是值得的 纯粹的市场经济 它只会考虑效率 它绝对不会兼顾公平 虽然我对温铁军老先生可能说的有些话也不是完全赞同 但是那些大V们对于温铁军的指责 我更是不太能理解 温铁军和他们比起来 一个是更多的考虑公平 一个是更多的考虑效率 那么谁才更像真正的资本帮凶呢 你们说 我是爱闲聊 有观点的小郭 今天先聊这么多 咱们明天接着聊 再见